哈喽,谢谢你们好,我是时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线小线家的五套韩戏小姐姐穿搭 赶紧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她的上身效果怎么样吧 第一套是一个毛衣加牛仔裤 是一套非常适合秋冬的穿搭 这个毛衣它是米白色的,上身不会显张 整体它的面料是属于比较厚实有质感的 外面有一层肿感,摸上去是转轮摸摸的 上身的话也不会扎皮肤 走线做工什么都很不错 长度我穿的话是刚好到我腰部的位置 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 上身效果很显瘦 搭配的这条牛仔裤它的面料是比较有质感 所以比较厚实的类型 边缘处全都是有这些爱心头的肌秀设计 还比较特别一点 这条裤子同样会比较适合像迷行线材的妹子 或者是像有小脱外套情况的妹子来穿 因为我本身胯部是比较宽的 然后我穿的话觉得是比较遮夸 而且显高显瘦的类型 我穿的话是刚好到我的脚踝处 不太适合像小个子的妹妹来穿 不然的话会显得太长了 第二套是一个吊带连衣裙加一个打底衫 这一套是我在大SAM小县家的淘宝特家版 上面入手的 它是同一个包裹寄过来的 那上面买的话它会更加的便宜 这条吊带连衣裙它是这种单形容的面料 穿上去还是比较有质感的 但是它整体的面料会有点偏薄 可能会比较适合男方的姐妹来穿 吊带是可以调节的 压布是有做了一个这种收腰的设计 上身的话也是比较写瘦的 这件内搭它的面料是非常软弱的这种类型 针织什么的做得很紧密 然后它是一个这种高领的设计 穿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把它叠下来 然后这一件打底衫裙上身的话 觉得它虽然很薄 但是它还是蛮薄暖的 第三套是一个糖果式的卫衣加蓝色的半身裙 这件卫衣外面的面料是明智的 里面是有做佳容的设计 它前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樱花图案 很可爱 然后它的版型是比较宽松的 我穿的话是刚好可以到我跨步这个位置 上身效果的话它是比较粘化的 它有各种拼接高领的设计 可以保证你冬天上的时候 可以防止这个脖子不会受冻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它是比较薄暖的这种类型 搭配的是一条墨蓝笔色的半身裙 它这个面料是灯性暖的面料 摸上去它是比较厚实有质感的 里面呢它是这种黑色的领布 这个领布呢它是明智的 摸上去是很温暖舒服的 但是这一件我上身的话 觉得它是比较显胯的 它这种墨蓝笔色真的超级好看 可能会比较适合比较瘦小的面子来穿 第四套是一个格子半身裙 加蕾丝打底下还有一个毛衣 这件毛衣它的颜色是这种偏米白色的 上身不会显张 面料的话也是比较厚实 做工资料什么都还蛮不错的 胸前是有这种太阳花的赤售设计 还蛮有特点的 像它两边的话还有这种蠻花的设计 版型是偏宽松的 我上身觉得它是比较遮肉的这种类型 可以拿来搭配半身裙或者是牛仔裤都很好看的 内搭了一条这种蕾丝打底扇 它的蕾丝什么做的还蛮精致的 都是有这种图案在的 然后它领孔是这样子的 有个花边的设计 还有一个扭扣的设计 这件我觉得上身的话还蛮仙气的 下半身搭配的是一条绿格子的半身裙 这条半身裙它的面料是偏薄的 可能会表示了像春夏秋 或者三个季节来穿 温度什么都刚刚好 因为我上身的话它是有静电的 所以像冬天的话它可能就不太适合 它的版型是这种偏S型的 所以像离型是团面子它不太适合 我上身的话是觉得是比较显化的 最后一套是一个粉色的 卫衣加一个碎花半身裙 这件卫衣它是脸帽的设计 里面是有做佳容的 所以像秋冬季节来穿也是可以的 它胸前有这种糖果色的字母 印花设计还蛮好看的 它的版型是偏宽松的 我上身觉得它还是蛮遮肚子蛮肢肉的 下半身搭配的是一条湿绒的碎花裙子 它这条裙子我难道所生的太惊喜了 我原以为它就是那种滑滑的 这种雪纺的面料什么的 但是它到手居然是这种湿绒的 而且它这种光泽感特别好 拿上去的话是特别有质感的 整体都有这些印花的设计 印花做的有质感 然后它上面的这些线条是立体感的 摸得到的 背后呢是有条松紧带的设计 整条裙子它的光泽感什么都特别好 但是我自己上色的话 觉得是比较显化的 所以上底形式的那种 它就不太友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大家拜拜